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人每一天都得乘搭电梯 万一碰到这样的严重电梯事故 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反应吗 今年六部出事的政府组电梯 都是来自不同的电梯公司 情况都不一样 不过其中至少三部的情况 是电梯急速升降 电梯制造公司日历 虽然不涉及这几宗严重的电梯事故 但是发言人黄宝华建议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 乘客必须保持冷静 身体必须保持半蹲的姿势 以缓冲急速升降所带来的冲击 一部电梯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急速升降呢 新加坡工程师学会会长邱德福认为 这和维修有关 这和维修有关 可能有很多东西 它就看得到 how often all these components are being maintained and being serviced I think there lies a situation where do the technician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how often that leaf is being used because the more leaf is being used obviously the more wear and tear 据前线了解 建屋发展局通过电梯重包商 完成了此无电梯的安装工程后 维修和保养工程就交由市政理事会管理 承包这些工程的业者 除了是当初安装电梯的承包商 也可以是第三方承包商 按照现有的条例 电梯每个月必须维修和保养一次 每年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测试 并由授权的独立检查员到场监督 王宗斌是一名独立的电梯检查员 他在这行已经40多年了 他说这行很少年轻人愿意加入 人手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这些员工都是三人年纪 都是到了退休的年龄 这个问题是这个电梯很难去引进一些新的人 因为很多人对电梯这个行业有一点怕 因为它是好像很肮脏又很危险 他们就很少人要来坐进这个行业 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薪水方面可能太低 他们也是没有薪水 我认为这些人是外国 我认为这些人都在同样的领域 同样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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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全岛各地 共有大约9000座组屋 24000步电梯 本地共有2000多名电梯技术人员 40多名独立检察员 人手确实是个问题 黄宝华说 这些年来 公司在培养和留住人才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不过 王宗斌说 大型的业者有能力培训人才 小规模的业者就没有足够的资源这么做 好像也是电梯公司 假如他们要培训什么 他都需要资金 而且他要请人的话 要给人家高金才能请到人 这些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成本 他们就是on the job 马上就train他们来省钱 这个问题就是这种 除非他们假如资金雄厚的话 就没有问题 要确保电梯安全 除了承包商必须做好 维修和保养工作之外 黄宝华认为 公众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也很重要 我们有个 mul产生 的用乱 例如 人们叩的闭 如果他们温的闭 quando转进来 人们在当转移时 被人的时候 并没有进去就超过 这些是特别的 它就会使用迹象 给宣卫 转的角色 将做禁锥和重新的 会使用张转的角色 所以这些是 我估论的 随着新的组屋 私人公寓 商业大厦不断地兴建 电梯的数量也将有增无减 负起电梯安装 保养和维修工作的团队 更显得至关重要 确保电梯维修工作的责任 也就有待相关单位加强管制 才能免除民众乘搭电梯时的担忧了 圣桃沙海底世界这个星期天结束营业 它还有什么让人留恋呢